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最佳联姻 第一集 要说魏无羡做了个梦之后 就顿开茅塞 若是之前 说是用自己的身体 在供养这些邪气 让他们为他所用 现在就是邪气无常做事 魏无羡的灵脉 按说灵丹没有后 就开始枯竭 但现在 开始像之前一般 魏无羡的经脉开始通畅 丹田处开始有些当初 结出灵丹的感觉 魏无羡自然知道 那不是灵丹 但古籍从未提到过 魏无羡也无从考究 但他心态好 对他来说又没坏处 殷虎夫自问世之后 仙门百家都有些自己的想法 魏无羡无奈 自从上了这乱葬岗 救了温家人后 这些人也不装了 开始打着讨伐的名声 就开始开始对殷虎夫下手 他自是知道这些人的想法 正愁该如何处理这殷虎夫 如今他化用邪气 做了那梦之后 就如同回到了还有灵丹的时候 自此 他实力大增 这是最近和他打架 大败而归的金家所说 借这个理由 金家赶紧召集其他家族的人 讨论围剿魏无羡的事 各位 前不久金某已身视险 想看看魏无羡 如今几斤几两 没想到他实力大增 我们若还不开始围剿他 若是以后他拿着鹰虎符为非作歹 岂不是第二个温王 再是大家纷纷附和 只是在旁的 蓝家不作声 蓝旺基已经很久 就在没见过魏无羡了 听金光扇这么说 觉得担心 魏无羡如今改修轨道 损失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就实力大增 确实蹊跷 蓝旺基害怕他用了什么其他方法 损失了他的身体 准备在围剿时 看看魏无羡 他站在一旁不作声 只是想 就看一下 若是魏英没事 就带着蓝家人离开战场 自己再偷偷保护魏英 魏英应当讨厌自己的吧 自己就偷偷地保护他就好了 转眼 就到了围剿之日 魏无羡自然在下山时 听到了百家要围剿 怡陵老祖魏无羡 魏无羡都在茶馆中 就听着说书者在那说 殊不知 他们讲的主角 就在他们身旁 还有一些人想着 要不去外面几天 躲躲风头 魏无羡笑了笑 出了茶馆就往山上去 等到了傍晚 魏无羡把这件事 给温家老小说了说 说等吃了饭 就随他到后山去 他给他们找了个躲身之处 到了那时 乖乖躲着 魏无羡在这几天 身体越来越好 赶上少年时期 完全不想当时 摄日之争时的虚弱 温情给他看了看 发现不对 魏无羡 你这丹田处 怎么有了丹 魏无羡震惊 开始运气 这才发现 当初的灵脉 现在充满了邪气 丹田处 也有着像金丹一样的东西 魏无羡既然知道 金丹一旦没有 就不可能再有办法再有一个 当初刨单的经历 还历历在目 魏无羡自然想起了那个梦 可他什么都想不起来 不等他多想 他就感应到 有人在破结界 魏无羡也来不及想这些 温情 快 带着二叔他们去洞里 快 魏无羡拿起一旁的陈情 就往外跑 温情立马带着温家老小 按着路线跑了 等魏无羡看到了围剿的人 这才发现四大家族都在 快看 魏无羡出来了 魏贼来了不少人指着魏无羡大喊着 魏无羡飞到高处 扫了下周围 最后对上了江城 魏无羡看他手握着佩剑 突然想到随便 金丹已经给了江城 他自然不后悔 会做出这个决定 只是偶尔想起随便 还有些遗憾罢了 他不禁摸了摸丹田处 想起了这个来路不明的丹 可下面的人 不会给他太多时间发愣 魏无羡 亏我们年少时同窗时 我还仰慕过你魏无羡笑了笑哦 那你的仰慕 似乎太了过廉家下面的人 被他这么说 顿时觉得羞辱 拿着剑就要射向他 剑还没碰上他 就被怨气抵挡 金光扇这时站出来魏贤直 今日并不是我们想如此 若你乖乖拿出鹰虎符 交给我们众家保管 这样也并不会有今天之事了 金光扇笑着提出了真正的目的 魏无羡年少时赤子担心 怀着一腔赤臣 怀着天下大义 所想不过是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 希望除奸扶弱 可如今听着这些人虚伪的话语 话里话外 不过是想要他手中的宝贝罢了 魏无羡觉得无力 低下头笑了一声 他不知道他这声笑 笑的是谁 笑的可能是自己 笑的可能是这虚伪的百家 魏无羡抬头 嘴角的笑意还没降下去 他说想要鹰虎符 就自己来拿此时鹰虎符 出现在他手中 底下的人看到鹰虎符也不淡定 开始叽叽喳喳的了 不知道是谁 又向魏无羡攻击了一下 围剿开始 后来魏无羡也记不到了 只知道他看着底下的人 最开始一起抄他跑来 发现对方过后 开始使绊子 开始互相残杀 开始一步一步踩着别人的血 来抢鹰虎符 魏无羡看他跑前来 刚要继续吹陈晴 耳边传来一声 阿羡 魏无羡定睛一看 这才发现 江燕离在战场上 魏无羡震惊 江燕离一个手无腹肌之力的女人 怎么会出现在这 江城她是傻的吗 魏无羡放下陈晴 赶紧跑到江燕离旁 师姐 可魏无羡还未说完话 身后的修士 提着剑就要来刺他 江燕离立马推开他 修士这是停不下来手 禁止向江燕离冲去 师姐 魏无羡大喊道 江燕离吓得动不了 看着剑向自己冲来 当蓝忘机提着避陈 就把修士的剑打开 魏英 蓝忘机转头 看向坐在地上的魏无羡 现在周围的人 都在想要争夺英虎服 战场上绒布的魏无羡发呆 魏无羡这才回过神来 凭什么 他什么都没做 他扪心自问 他所杀之人 皆是还杀之人 为什么要对他这么不公 为了一己之私 就要随意斩杀别人的命运 蓝忘机看魏无羡眼神不对 魏英 凝神 可惜魏无羡还没说什么 鼻尖涌出两股鼻血 向后栽去 蓝忘机觉得 看见魏无羡流鼻血 赶紧冲过去 接住了魏无羡 魏无羡突然晕倒 蓝忘机心下着急 况且 现在周围人都是来围剿他的 蓝忘机抬头往蓝溪尘方向看去 与蓝溪尘对视一眼 点了好头 带着魏无羡走了 刚才魏无羡晕晕倒时 周围人早就按耐不住了 这亲眼看见韩光军带走魏无羡 韩光军把魏无羡带走了 一味羞逝大喊 其他人想要追过去 已经来不及了 主角都走了 其他人自然没有再打的道理 但是韩光军当众带走魏无羡影的众人纷纷讨论 可以蓝溪尘并未有什么异常 停下站来才发现 周围全是尸体 金光扇看着蓝忘机离开的方向 气得恨了一眼金光瑶 暗处的宿舍也没想到 蓝忘机能直接带走魏无羡 他身上的白衣 在他躲藏的时候 就已经染上了尘土和血液 可若是不看这些 他的着装像一个人蓝忘机 他还在蓝家时 就喜欢向蓝忘机学习 可得来的只是别人的嘲笑 他恨蓝忘机凭什么有这么好的出身 他讨厌蓝忘机一副高傲的样子 但他又有意无意地学习蓝忘机 他无法解释他的心理 现在他想 堂堂韩光俊公然抱走怡灵老祖 公然与百家为敌 他蓝忘机到时候还傲得起来吗 蓝忘机也没把魏无羡带到哪去 就在浮魔洞 他正疑惑着为什么没有一个人 温家人应该躲在某处 可现在魏英这样 他得把温情找到 温情最为熟悉魏无羡的身体了 但抱着魏无羡去找温情 虽然兄长能帮他挡一段时间 但怎么样都不是长久之计 温情他们应该躲不了多远 他只能现在先把魏无羡放在这 他正准备给魏无羡下一个结结帮助他时 这才发现魏无羡的结界没有削弱 按理说魏无羡流了鼻血晕倒后 结界会随着他的身体而变弱 但越发看 这结界再不断变强 这无一再说明魏无羡的身体没有问题 甚至越发变好 他不是不知道魏无羡修了轨道之后 身体不如之前 可每次他要和魏无羡说这个问题 他就好凶 就要和自己吵架 蓝忘姬叹了口气 看着结界 才发现 萦绕着红色的灵力 少年时和魏无羡对招时 看过他的灵力 只是自他修炼轨道后 就再没看到过 蓝忘姬伸手摸了摸 才发现 灵力接触他后 绕着他的手 现下当务之急 是找到温情 蓝忘姬将加强了结界 红色与蓝色的灵力相互缠绕 蓝忘姬看了一眼在床上的魏无羡 转身去找温情了 他手上缠绕着魏无羡一小撮灵力 这才发现他可以止路 不过多久 蓝忘姬就发现了温家人藏身的洞口 蓝忘姬刚一进去 泛着荧光的东西 就往蓝忘姬刺过来 蓝忘姬一个侧身 身子一转 就躲过这一次 只是拿剑刺人的这位 使了全部力气 紧接着又刺了下衣 蓝忘姬拔出壁尘 稍微一挡 这个人哪儿 是蓝忘姬的对手 剑啪哒 一声就落在了地上 蓝忘姬这才看清 是温情 温情没看蓝忘姬 一声温宁 只见温宁张着手 就要来抓蓝忘姬 在要碰见蓝忘姬衣服时 蓝忘姬手上萦绕的一抹红色 似乎控制住了温宁 温宁这才停下 发现是蓝忘姬 温宁这下窃窃发声 寒光君温情 这才发现是蓝忘姬 可蓝忘姬发现了这 而不是魏无羡 温情立马担心 魏无羡 怕不是出了什么事 蓝忘姬看两人停了下来 温姑娘 魏英有样 请跟我来看看温情 向后看了看她后面的 温家老少 放心 他们意识上不来 蓝忘姬自然看出了 她的顾虑 魏英的结界 再不断加强 又加上自己的一层保护 那些人想要上来 还需要花费点时间 温情这才跟着蓝忘姬走了 温情到了山洞 看见魏无羡 鼻血不止 晕倒在床 这一把脉 才发现 魏无羡 脉相稳定 连丹田处的 不知道怎么出来的粥 都已经成长完成了钱 明明前些天 把脉的时候 丹是一个半成品 现在已经完全好了 但魏无羡又流着鼻血 这实在太过蹊跷 温情看着蓝忘姬的样子 虽蓝忘姬面部表情没什么波澜 但感觉得出来她挺紧张的 温情不知道 要不要和蓝忘姬说 魏无羡刨单这个秘密 有些纠结 此时 床上的魏无羡突然发生蓝战 床上的人莫名其妙地叫了一声蓝忘姬 蓝忘姬立马走向魏无羡 以为她醒了 可魏无羡只是叫了她的名字 半点没有要醒来的样子 温情看蓝忘姬的样子 觉得还是魏无羡来决定 告不告诉蓝忘姬 她答应过魏无羡 要守好这个秘密的 蓝公子 魏无羡身体没事 至于她现在晕倒 我也不确定温情说到 蓝忘姬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温情悄悄地退了出去 她在这也什么必要 她更担心的是 山洞里的家人 魏无羡的脉确实蹊跷 没有一点异常 至少说她现在 除了晕倒不正常 身体好多不得了 温情准备出去时 这才发现 蓝忘姬紧紧露出来的 一点脖梗 缠绕着红色的灵力 她不是没见过 少年时在蓝家厅学时 她见过魏无羡用随便的样子 鲜红色的灵力绕着随便 魏无羡肆意地 和与她对招的人笑着 再见魏无羡就是一副受伤样子 刨了丹之后 更是再没有见过这抹红色了 温情乍一看 觉得稀奇 这绝对和魏无羡平白冒出的 不知能否成为灵丹的东西有关 温情想着魏无羡跟她提过的梦 这小子 运气真好 魏无羡的鼻血已经停住了 蓝忘姬拿出了手帕 给魏无羡擦干净 魏无羡没有任何异常 但蓝忘姬怕这是表面平静的湖水下 却是暗流涌的 魏无羡还躺着 但突然 她身上不知何时被红色灵力包裹住 推着她 向魏无羡靠过去 蓝忘姬发现不对劲 立马挣扎 可等她开始挣扎了 她的额头 已经对着魏无羡的额头了 这已经严重超过两个人的正常社交距离 蓝忘姬看着近在眼前的魏无羡的脸 觉得害羞 魏无羡似乎也不是完全没有意识 之前在蓝忘姬被灵力推着贴着她的时候 她缓住了蓝忘姬的腰 蓝忘姬此时虽然害羞 但没有任何以你的意思 百家不知道这时候在干嘛 兄长也没有传来灵蝶 魏无羡终于动了洞 蓝忘姬以为她要醒了 可她只是抬了抬头 亲上了蓝忘姬 蓝忘姬眨了眨眼 忍住害羞 想着魏无羡应该是无意之举 想要往后退了退 这一往后退才发现 魏无羡的灵力 给他们限制在了一个空间 蓝忘姬叫了几声卫音 魏无羡没有回答 可能意识到蓝忘姬没有亲自己 灵力下意识 又让蓝忘姬贴着她 魏无羡这才得偿所愿 又亲上了蓝忘姬的嘴 蓝忘姬这下忍不了了 摇着头就要和魏无羡保持距离 魏无羡除了抬头亲了亲蓝忘姬 什么都没做 蓝忘姬觉得 自己在这和一个晕倒的人亲 实在是太不对了 蓝忘姬终于在和魏无羡保持了一点距离 但魏无羡的灵力也没多让步 只是让她坐在了魏无羡的大腿上 蓝忘姬自觉的 是自己在无形中占了人家的便宜 还是人家晕倒时 蓝忘姬越想越害羞 想到了百凤山自己偷亲魏无羡 这一下深觉得自己太过分了 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呢 这有位君子之风 蓝忘姬越想越害羞 想要离魏无羡远一点 啪 魏无羡抬手拍了下蓝忘姬的屁股 魏无羡没使劲 况且隔着衣物没有多疼 但蓝忘姬猛了一下 魏英 这是打了自己的屁股 蓝忘姬看了一眼魏无羡 魏无羡分明闭着眼睛 一副晕倒的样子 但屁股上的触感仿佛还存在 蓝忘姬越想越害羞 动了动腿 想要尽快远离魏无羡 本视频由编外疏童制作 最佳联姻 第二集 再一声啪 紧接着还没等蓝忘姬反应 又是几声 蓝忘姬被打屁股的触感 这才深深地印尽了他的心里 魏无羡似乎觉得隔着衣物 当即一只手就来解蓝忘姬的腰带 一只手贴着蓝忘姬的屁股 解开裤带和腰带 顺着裤子 结结实实地摸到了蓝忘姬的屁股 另一只手顺着脊椎摸到了背上 可怜韩光君从小到大 被打的次数屈指可数 更别 说屁股这种隐私不韦 魏无羡这一次就打了好几下 蓝忘姬觉得屈辱 红着耳朵 就要把魏无羡的手扯出来 魏英 你拿出来 蓝忘姬也不顾 这人是真的在晕倒还是怎么的 魏无羡没听见一般 但也没在打蓝忘姬的屁股了 往前摸 抓住他的兴气就一摸 嗯 光明磊落的韩光君 哪里受过这种刺激 蓝家人一向雅正端方 蓝忘姬对情欲与是自然不熟 好不容易一明白心意 在百风山偷亲了自己的心上人 这才过了多久 就被人家抓住重要部位 摸了一把蓝忘姬 修得不行 魏英 魏英 蓝忘姬一边叫着魏无羡 但魏无羡听不见事的 抓住蓝忘姬的性气 就开始上下撸动 蓝忘姬太紧张 还未情动 自然干涩无比 魏无羡就用手指 肩膜了魔性气的头部 蓝忘姬一个除 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刺激 啊 蓝忘姬有些紧张 发出的声音都有些沙哑 英 魏英 魏无羡 你听到没有 停下来 蓝忘姬哼了一声 也不管魏无羡会不会打他屁股了 扯着魏无羡的手 不让他碰自己了 魏无羡手动出奇的大 加上蓝忘姬现在情动 手有些发抖 硬是没给人扯出来 魏无羡感受到阻力 似乎堵气一般 加快摩擦为蓝忘姬的兴起 蓝忘姬害怕 温情虽然走了 但他担心 温情会在外面 况且 魏无羡虽然手动着 但他一副晕倒一样 好像自己非礼人家一样 嗯 魏英 停手蓝忘姬还是个厨 平时摸自己的次数少之又少 坚持不了多久 又担心温情突然进来 魏无羡似乎也感受到 蓝忘姬性气上的轻筋跳动 加快撸动 魏无羡一只手摸着蓝忘姬的屁股 一只手露动人的性气 蓝忘姬害怕洞口外的温情听到 咬着下嘴唇 不让自己发出声音 终于 在蓝忘姬一声低音中 这场荒唐式 停止蓝忘姬设在了魏无羡手中 但慢慢地也沾湿了裤子 魏无羡想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没在动作 蓝忘姬喘了喘 早就没有力气支撑 他在悬空在魏无羡的腿上 结结实实地坐在了魏无羡的腿上 魏无羡还摸着他的屁股 这一下就是坐在了腿上 蓝忘姬等气稍微喘匀后了 终于在第三次的时候 把魏无羡的手拉了出来 魏无羡的手上 还有他刚刚射过的东西 蓝忘姬看了一眼 就赶紧拿手帕给他盖住 擦干净 擦干净之后 又擦了擦自己的下半身 在极度的快感和紧张下 产生了疲劳 蓝忘姬叹了口气 看了看魏无羡 悄悄地亲了一口 魏英 心悦你蓝忘姬鼻尖出的汗 凝聚成一块小水珠 落在了魏无羡的肩膀上 很快消失在他玄色的衣服 魏无羡没有反应 蓝忘姬虽然知道 他现在晕倒 自然听不见自己说话 毕竟刚刚自己叫了这么多声音 也没有答应 但还是有些失落 将弄脏的手 怕清理好 装进了乾坤袋中 此时时间过去 已经有些久了 他还是传了个灵蝶给兄长 魏无羡自晕倒后 就又做了个梦 梦中似乎还是少年时期 魏无羡看着他面前的 于夫人和江叔叔 以及还未去世的师弟们 仿佛是在很久之前了 他能清楚地知道 这是在梦中 可现实中孤立无援的日子 让他还是有些想念少年时期 魏无羡想 自己就睡一会 师兄 于夫人今天不在 去莲花池啊 六师弟跑过来问他 魏无羡恍如隔世 自莲花池被血洗后 江家的救部人员 所剩无几 还未等魏无羡从回忆中出来 六师弟冲过来捶他一下 想什么呢 快走吧 江师兄等一会等不及 哈哈 魏无羡就被拉过去了 梦中的时间 正处于莲花开的正盛的时候 魏无羡坐在船上 荷叶繁多 密密麻麻的一眼望回去 只见荷叶的绿色 荷花的粉红点缀在其间 魏无羡输出口气 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放松 他开始捧起一把水 浇在了自己的脸上 冰凉的湖水拍打在脸上 魏无羡笑了 先是嘴角微起 再慢慢扩大 水因为重力往下滑 微微睁开眼睛 蛤 魏无羡将伞下的头发 往上撸了一把 露出的额头 忽然有人拽了他一把 他落在了水里 魏无羡在水里扑腾两下 滑 又重新出现在水面上 魏无羡已经很久没有在水中了 还会等他反应过来 一喷水就向他浇来 十六师弟 魏无羡水性极好 像年少一样 捧起一把水 就重新浇回去 往往在水中 他不会吃亏 哈哈 魏无羡放声笑了出来 水下一抹紫色向他袭来 魏无羡全凭肌肉记忆 反手挥出一股灵力 他和江城会在水中比手法 灵力自然又会泄出来 魏无羡这么一反应 才发现 他竟然有了灵力 他有些着急 往丹田处一看 金丹还在 他运了一股气 果然灵脉是通的 可他自然感受到 并不只有这股灵力 他用了用邪气 发现他也行 魏无羡迫切地想要知道 当时所做的梦到底是什么 给师弟们说了句 给师弟们说了句 他先回去了 坐在床榻上 魏无羡静下心来 才切切实实地感受到 他还有灵丹 不是梦中 而是他有强烈的现实感受 他意识到这一点 现实感受 现实 现实 他这才想起 还在不夜天 还在乱葬岗 周围的房间开始虚散 魏无羡站在水面中 他低头一看 才发现 水面上有他小时候 是阿娘 是阿爹 魏无羡自五岁之后 就再也没见过阿爹阿娘 现在他虚岁二十在这 过去了十多年 阿爹阿娘的样子 有些虚散了 水面清清楚楚地 将他们的样貌 呈现在魏无羡眼中 魏无羡回忆起了那个梦 是阿爹阿娘 阿鹰 藏色散人笑着喊道 阿娘很抱歉 没有陪你看着你长大 藏色散人对他说 我们献献心中百姓 侠肝一胆 胸怀大意 果然是我们的儿子 阿娘知道 你把金丹给了江城 知道 你没有金丹的痛苦 藏色散人手中凝结出一个丹 就算是阿娘提前给你的 极惯礼物吧 藏色散人没说几句话 这个短短几句很平稳 魏无羡印象中的阿娘 不是这样的 阿娘永远是撒脱开怀大笑的 像这样温柔的样子 还挺少见的 魏无羡笑了笑 他笑了很多次了 他看着阿娘手中的金丹 慢慢向他过来 融入了他的丹田处 沉默不语的魏长泽开口阿县 不必感到失落 世间人千千万万种 心中有大道 并不会感到失落 阿爹知道 你内心纯凉 如今百家利欲熏心 但若是无休无止的战争 糟蹋的只有百姓 魏长泽缓缓到来 不必一个人硬扛 你从来不是孤君奋战线线 爱从不是束缚一个人的枷锁 藏色散人笑着说 蓝起人交出来的子弟 果然有些沉闷 藏色散人无头无脑地说了一句 你该学会开口的 你该学会正视自己的心里的 藏色散人说完这句话就停止了 也没再说什么 梦境消散了 魏无羡又回到了水面上 魏无羡摸了摸丹田处 习惯的礼物吗 若不是这么一提醒 魏无羡都快忘了 他快二十岁了 魏无羡回忆起这个梦之后 阿爹阿娘也消散了 你不是孤君一人 阿爹的话还在耳旁 魏无羡想了想 谁还在他身边呢 魏无羡突然想起 把剑打掉的蓝忘机 水面似乎是他心里的反照 下一秒反射出来的 就是蓝忘机 可不是以往的蓝忘机 似乎是现在的蓝忘机 魏无羡看见 蓝忘机没有打开那一剑 剑直接地刺过了阿姐身体 自己好像没有金丹 他疯了 他准备掉下悬崖 蓝忘机一直在劝他 可他还是选择了死亡 蓝忘机抓住了他 血顺着蓝忘机的手 走到了魏无羡的手中 最后消失不见 可以僵成一次 他正开了蓝忘机的手 闭上了眼 落入了山谷下 魏英 蓝忘机悲淒一喊 一颗眼泪滑下 坠下悬崖的自己没听到 但他切切实实听到了 太悲伤了 蓝忘机的声音不再平淡如水 这一声魏英太不对了 蓝忘机看自己死不该这么伤心的 自己这种另于他人 最为蓝家人名门正派所憎恶的人 蓝忘机不该这么悲伤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一身伤 还要在悬崖下找到了自己 为自己输灵力 魏英 心悦你 滚 魏英 你送我的兔子 我很喜欢 滚 蓝忘机少有这么感情流露的时候 魏无羡看不下去 是要他亲眼看着蓝忘机 对自己感情流露 试看自己回应不了的蓝忘机 他看得很清楚 蓝忘机的身体有些颤抖 输灵力的手在颤抖 嘴唇在颤抖 心 月 你 带你回蓝家 并非费你修为 蓝家古籍众多 找救你的方法 滚 那方的 魏无羡只说了一声 蓝忘机停顿了一下 继续说 魏无羡看着水面的蓝忘机 呼的 水面荡漾 魏无羡这才发现 自己的眼泪落在了水面上 蓝忘机在说的声音带着沙哑 魏无羡不知道 蓝忘机又哭没有 他不知道 蓝忘机心悦自己 他这才发现自己狭隘之心 蓝忘机若是真的想非自己修为 怎么会跟自己说损他心性 魏无羡这才发现 水面里的蓝忘机对峙着蓝家人 蓝忘机此时都应该是强功之弩 但还要抑着自己 魏无羡看着他拿着避陈 看他如何伤了自己长辈 看他晕倒 自己在蓝忘机的灵力下 有了意识 可最后 他看自己妄鬼反噬 和英虎福同归于尽 看温家人 永世不得超生 看金光扇如何囚禁温宁 看他将自己的手血藏着 看聂明爵身死 看聂怀桑布局 看江城如何在莲花屋 封闭自己的消息 金光摇两面三刀 蓝锡尘被他锁片 蓝忘机伐三十三边 被伐跪在寒滩洞 水面到这化为平静 不再有人影 这些可能未来的事情 一桩桩一件件列在了他的眼前 他这一死 当真是变化巨大 魏无羡脑袋痛 一下子接受这么大的消息量 是阿姐因为自己身死 江城憎恶自己 是自己身死的无助 蓝忘机三十三边的伤痛 这是极大的悲痛 魏无羡正在头痛 迎面走来金子轩 魏无羡正主 魏无羡想开口说话 金子轩绕过了他 化为虚影 江燕离走来 也是这样 还有另一个自己 温家人 聂明爵 魏无羡看到最后一人 是他此刻最不想看见的人 蓝忘机 蓝忘机没有绕过他 而是站在了他面前 蓝 蓝战 你快回去 你不该在这魏无羡心好慌 他颤着手推着蓝忘机远离他 蓝忘机抬着手抓着了他的手 魏英 别推开我 魏无羡急得快哭了 蓝 魏无羡哽咽蓝战 这不是推不推开的问题 我求你 你回去 你回去 然后我朝着你回去的方向去追你好不好 你回去魏无羡声音沙哑 对视蓝忘机的琥珀色眼瞳 他忍不住抬着手 两只手抱着蓝忘机的下巴 魏无羡和他额头抵着额头 眼泪在眼眶中 下一秒就要落下 蓝忘机不动 他笑了笑 魏英 心愿你魏无羡的眼泪落下 蓝战 我也心愿你 但你别在这好不好 求你 蓝忘机轻轻地将魏无羡的眼泪抚过 闭上了眼 亲上了魏无羡的嘴唇 魏无羡觉得 他在转移话题 不和他亲 魏英 我回不去了 蓝忘机开口 回不去 魏无羡手足无措 魏无羡感受 到蓝忘机手 再往后伸 他以为蓝忘机要绕过他 搂住了蓝忘机的腰 蓝战 回不去就在这好不好 不要绕过我 不要像他们一样 化成虚影好不好 魏无羡亲着蓝忘机的嘴 搂紧了蓝忘机的腰 可蓝忘机没看他 眼神开始往后瞟 魏无羡受不了了 另一只手扣着蓝忘机的后背 把蓝忘机抱紧了 蓝忘机没动 可眼神没分给魏无羡分毫 魏无羡在蓝忘机腰部的手 开始往下滑 他要扣住蓝忘机的下半身 蓝忘机却开始有些动静 开始要掰开魏无羡的手 魏无羡气不过 手已经有些脱离了蓝忘机的屁股 他一使劲 就不小心打住了蓝忘机的屁股 蓝忘机挣扎更使劲 魏无羡也卯着劲和他对抗 朝着屁股又是一下 魏英 魏无羡 停下 魏无羡想 好在蓝忘机不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了 魏无羡看蓝忘机挣扎得越使劲 突然抓住了他的下半身 蓝忘机果然将着不动 魏英 放开 蓝忘机去扒魏无羡的手 不放 魏无羡开始撸动 魏无羡想 治不了你 魏英 若你没有那个心思 就不要随意挑拨他人 蓝忘机落了颗泪 魏无羡突然想起玄武洞的时候 魏无羡现在怎么舍得 看蓝忘机在掉进眼泪 有有有 我怎么没有那心思啊 蓝战 不哭不哭 魏无羡亲着蓝忘机的脸 低声哄着 手上的动作也不停 魏无羡心里叹了口气 好在蓝忘机没再往后看了 本视频由边外疏童制作 最佳联姻 第三集 魏无羡手上温柔 但他终归没点经验 只会上下撸动 但对付蓝忘机这样的除 足够了 蓝忘机兴气干净 魏无羡感受到他兴气上的青筋鼓鼓 一跳一跳的 这才切实感受到蓝忘机的存在 蓝忘机没受过这样的经验 喘着气 他俩脸相隔不过两个手指 蓝忘机喘出的热气 这才让魏无羡有些回暖 蓝忘机喘气声很小 时不时冒出两声 被魏无羡刺激出来的声音 魏无羡时不时摸了两把蓝忘机的子孙带 刚经历成巨大的悲伤的魏无羡 看着蓝忘机被情欲污染的脸庞 和他贴了贴蓝忘机 就在自己身边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要倒的样子 和他亲嘴 蓝忘机是第一次 没坚持多长时间 闭上了眼 魏无羡感受到 他兴气的轻筋跳动 手接在马眼处 接到了蓝忘机射出来的惊艳 蓝战 再也不要往后看了 看着我蓝忘机的三十三边历历在目 他实在不敢想蓝忘机如果因为这个 而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他又该怎么办 现实中 蓝忘机把他和魏无羡清理干净后 传过灵蝶后 到洞口看了看是否有人 看到没人 叹了口气 刚刚因为紧张 竟然忘了可以贴近阴符 当真是太紧张了 他也不知道 现在该怎么办 百家现在怕是容不得魏无羡了 要置他于死地 说到底 还是为了阴虎符 阴虎符无论在谁手 都会引来争抢 魏无羡之前锋芒太露 仅一人之手 便可抵一支军队 且改修他道 手上所研制的符传兴起有效 不难评价 魏无羡天资聪颖 改变了修真界千百年来的固定模式 为修真界涌入了新的血液 但他人之眼中 是他道 况且以死人的怨气来操控 如此 当真不知道该如何 蓝忘机站在洞口处 乱葬岗阴凉 是不是吹出股冷风 蓝忘机脸上被吹得发冷 他有些感到冰凉 若是不能阻止 若是魏无羡心性还是被轨道所影响 若是魏无羡真的生死 脑中闪过的是魏无羡 流出鼻血 倒下去的样子 蓝忘机不再 想继续想下去 魏无羡还未醒过来 他还在梦中 他抱着梦中蓝忘机 蓝忘机不再向后看 只是下一秒 化作玉兰花 落在了魏无羡的手中 魏无羡忍不住 大颗大颗的眼泪落下 他就颤着手 手中的玉兰花雪白 魏无羡沉浸在巨大的伤感中 蓝战 蓝忘机消失的噩耗 如凶猛的海水 朝他迎面袭来 把他包裹 海水凶猛 他正不脱 逃不开 只能任由海水涌进他的鼻腔 最后窒息 魏无羡一下子 接受了这么多的信息 体内的精丹也不稳定 魏无羡这才发现 他的全身疼 这种疼痛 让他想起了袍丹 让他感受到的 之前的平息到平庸的感觉 平庸 平庸 魏无羡心底在嘶吼 他不懂 为什么这个突然出现的灵丹 又要离他而去 他又有感受了 到了抓不住的感觉 他又陷入了之前的心里的漩涡 凭什么他自幼失去双清 凭什么他天资聪颖 却容不下他 为什么是他 为什么 为什么要他从小到大的尸姐 因自己死去 为什么要让他再感受一次 自己变为平庸的感受 为什么自己的爱人 要因为自己 而伤重累累 灵丹暴动 魏无羡心中的淤血 涌到喉间 啪 魏无羡的淤血 吐出体外 随着这个淤血的吐出 他也准确清晰深刻感受到 他的灵脉断裂 灵脉断了 魏无羡的眼泪流不完 昏天黑地 魏无羡撑不住 两眼一翻 向后倒去 魏无羡将要坠入水面中的时候 魏音 蓝忘机的声音 拨动着他的鼓膜 犹如他落下乱葬岗的时候 魏无羡想把手搭上自己的额头 这才发现 他手中还有玉兰花 玉兰花 皎洁无瑕 全体雪白 是蓝忘机 魏无羡倒下的身躯挺住 他使劲用自己的后腰力 将整个身体撑了起来 他的泪和汗水 一起落下 闲的 他回头一望 才发现 他背后清澈的水面 犹如被浓墨一挥 数万只手在后面接着他 不知是接 还是拉他下水 魏无羡突然清醒 灵脉断了又怎样 不能使用灵力又怎样 还是所谓的平庸又怎样 他想起阿爹的话 世上的人千千万万 心中有大道 便不会感到失落事啊 他最初的梦想 不就是除奸服弱 魏无羡 终于笑了笑 蓝忘机说的没错 鬼道损身更损心性 若自己真被这鬼道所控制 忘了自己心中的大道 忘了自己的本性 为了所谓的不平庸 而丢失本心 这和围剿自己 自己评价他们为利欲熏星的人 就别无二样了 那自己就真配不上韩光君了 手上的玉兰花呗 他护得很好 他看着手中的玉兰花 他不管梦是什么 这个梦又有什么意义 他现在只想醒过来 拥抱他的蓝忘机 蓝忘机在洞口外 被冷风吹得 有些眼睛干涩 胸掌还未传信过来 他觉得在洞口外 站着也没用 他这才想起 刚才把他和魏无羡 禁锢在一起的结界不在了 不等他细想 到了魏无羡更前 这才发现他在流泪 蓝忘机顿时紧张 魏无羡不会被梦眼迷住了吧 他现在本就心性不稳 有极大可能 蓝忘机深知 他现在没有办法 只能向他输灵力 魏无羡在梦境中 他急着要冲破梦 可以不如他意 四面全是水 根本没有一丝破裂 魏无羡心情在刚刚平复了下来 现在冷静了许多 突然 一抹灵力 输入了他的破碎的灵脉 魏无羡这才突然发现 灵脉确实是碎了 但不彻底 这抹灵力温暖地输入魏无羡的身体里 魏无羡慢慢地却感觉到了不对劲 手中的玉兰花 似乎被灵力所吸引 魏无羡想 这莫非是蓝忘机的灵力 想来是梦外的 玉兰花被灵力拖着 慢慢地 花瓣分来 魏无羡感到紧张 这玉兰花可以说是蓝忘机 花瓣分开 这象征着什么 魏无羡不敢轻举妄动 随着灵力的越输越多 魏无羡有些担心 蓝忘机会不会有些累 他也才刚经历过一场战争 此时为自己输这么多灵力 有些担心他不是 魏无羡这份身体 接受这份灵力倒是迅速 玉兰花瓣总共有九瓣 慢慢地贴近他的身体 最后竟然融入了他的身体里 魏无羡感受得到 有六瓣在他的丹田处 慢慢地团成了一个球 其余三瓣将他的灵脉分为三处 各自绕着 像是在包扎 魏无羡明白 这是在干什么 蓝忘机 这是在帮自己修复灵力吗 花瓣包成的球状物 将碎在魏无羡体内的灵丹 重新包裹 魏无羡突然感觉疼 碎掉的金丹不受控制 开始躲避花瓣 即使被花瓣包住 也在向四处撞 魏无羡留下冷汗 心想阿娘送她个什么丹 这么脾气大 魏无羡开口 嘿 小东西 我告诉你 我母亲把你给我 你不服也得服 你可别把玉兰花瓣撞破了 这是我娘儿媳妇 要是你撞破了 你看我不跟阿娘告状 到时候 有你好受的 魏无羡捂着腹部 玉兰花包着灵脉也不好受 像是在伤口上撒药 疼得不行 玉兰花周围 犯着丝丝凌厉 这点安抚 却压不住 金丹冲撞丹田的痛 可魏无羡明明中想 若是熬不过 似乎就真的和这金丹无缘了 魏无羡咬紧后槽牙 双目有些发红 她试着调动灵力 调动灵力痛得更深 可魏无羡感受到了 有一丝灵力 这一丝灵力 通过灵脉的时候更痛 像是在拿一个棍子 要塞进比她小几倍的通道里 只能硬深深把它撑开 魏无羡忍不住痛呼出声 可魏无羡没停 硬生生让这一丝灵力 穿过她残破不堪的灵脉 最终营绕在她的指尖 魏无羡看着熟悉的灵力 有些陌生 她的脑子 在刚刚巨大的疼痛中 终于转过了弯 她想她终于可以回到之前一样了 独木桥一条走到黑 确实太难挨了 魏无羡的灵脉 在那一抹灵力的带领下 终于开始了自愈 开了头就好了许多 玉兰花终于也将金丹包裹得紧紧的 裂痕在慢慢消失 魏无羡笑着想拦战 看来我妈是真喜欢你 提到你了 这金丹就不撞了疼痛 还有些后劲 魏无羡的冷汗 布满了整个额头 魏无羡不以为意地擦了擦 仿佛刚才痛得要死 半跪在水面上的人不是她 她确实是 既吃不计打 魏无羡手 垂到腰间 摸到了陈晴 通体乌黑的笛身挂着红色流苏 她这时也想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鹰虎符 该如何 提到鹰虎符 水竟开始破碎 魏无羡再看了一眼梦境 她知道 这是母亲父亲留给她的礼物 但她们去世多年 魏无羡预感很强 这可能是她们的最后一次相见 魏无羡放怀地笑了笑 爹 娘 礼物我很喜欢 哈哈哈哈 骤然 梦境消散 魏无羡睁眼 就撞进了蓝忘机紧张的眼神 话说浮摸洞外的风吹得越来越急 本来树上就只有几片叶子 这下 顺着风打着圈落了下来 呼 经过洞口 发出鼓声音 可想而知有多了 这是洞外的风景 洞内就不一样了 蓝忘机本在魏无羡上方 魏无羡突然醒过来后 两人错不及防对视 一时也没有挪开眼神 魏无羡有些发愣 见到蓝忘机 丹田处的玉兰花瓣 林脉处的玉兰花瓣动了动 似乎有所感应 蓝战 你离籍冠还有多久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的眼神问 话题有些奇怪 蓝忘机还是回答 两个月啊 还有两个月 魏无羡若有所思 蓝战还未满二十 自己现在若是把他带回家澄清 蓝老头会提着剑 来砍他头的吧 蓝忘机不知他问 这有什么用 不知道自己 差点就要私定终身 蓝忘机意识到 他和魏无羡距离太近了 想要起身 顺便想问问他 身体感觉如何 魏无羡虽还在想 自己跪在蓝起人面前 誓死不放蓝忘机的模样 想着蓝起人看着自己最疼爱的侄子 被他锁拐走气的吐血的样子 拿着蓝忘机就要离开自己 蓝战一副不肯离开 但又不能忤逆长辈的纠结模样 魏无羡没忍住 笑出声来 蓝忘机越发迷惑 略带疑惑的眼神 看向魏无羡 魏无羡笑着和蓝忘机的脸贴了贴 蓝战 魏无羡略带笑意 这一觉可不得了 蓝忘机立马回想起不久前的疑你 身子有些僵硬 开始和魏无羡有些距离 和魏无羡贴着的脸 自然也离开了 魏无羡意识到了 挑了挑眉 想着还是给蓝忘机一点适应 不准备搂着他 继续躺在床上了 两人相继起身 恰巧在这有些尴尬的气氛中 灵蝶飞来 魏无羡看蓝忘机 当着自己的面开始听灵蝶 有些高兴 差点抱住了蓝忘机 忘机 各家开始向你们这去了蓝溪尘的声音传来 蓝忘机转头看着魏无羡 蓝战担心我啊 魏无羡毫不在意地笑着说 蓝忘机看他没个正形 有些生气 你你明知 好了蓝战 不会有事的 话说你 去找温情了吗 蓝忘机见他转移话题 不想理他 魏无羡见蓝忘机生气 好蓝战 我会有办法的 别生气了 嗯 蓝忘机不信 魏无羡下床 见蓝忘机不相信他 只能拉着他的手 走 蓝战 去找温情 看他我身体魏无羡说 温情不免撕 泪了一声 倒不是魏无羡身体有什么问题 但这就是最奇怪的地方 魏无羡的身体哪有这么好 而且 这丹田出的丹 怎么来的 不会魏无羡发疯 把人家的抢过来的吧 温情脸上有些诡异 蓝忘机在一旁 见温情这副表情 以为魏无羡身体有什么事 有些着急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着急的样子 笑了笑 他们两个手还没松开 魏无羡幼稚的晃了晃两人的手 温情看着魏无羡 一脸温柔 脸更是绷不住 温情 你这什么表情 像我要死了一样 魏无羡无语道 温情无火可说 但碍于蓝忘机在 只能用眼想问他 魏无羡自然知道 他想问什么 他在想 到底要不要告诉蓝忘机 蓝忘机看两人眼睛对视 似乎碍于自己 主动松开了魏无羡的手 我出去 魏无羡还没说什么 被温情一个眼神刀回去 则 魏无羡抵住上曹牙 看着蓝忘机出去的背影 越看越觉得委屈 蓝忘机站在门外 不远不近 不会打扰到魏无羡和温情 脚下有块石子 脚碾了碾 有些难以言说的委屈 什么事 要避着他 兄长应当是提前告诉他 给他们准备的时间 现在那些人该还到不了 蓝忘机想往里面望 但想着这样偷听人说话不好 只能微微踢开石子 又把他踩回来 明明都和他做了那种事 蓝忘机觉得 魏无羡在无意识下 还对他做那种事 委屈加重 无意识 好一个无意识 心里哼了一声 温情看魏无羡一脸不舍 虽然知道魏无羡和蓝忘机 有一丝奇怪的氛围 但他也不好多说什么 问起了 他丹田出的是 魏无羡和他解释一通 这确实是太奇怪了 古往今来 闲少有魏无羡这样的人 他这一段 可以说是涅槃重生 起死回生 魏无羡现在可以说是在黑与白的中界线 魏无羡 接下来 你打算如何 温情问他 如今矛盾的最终达到 木权在鹰虎符 必须处理好鹰虎符 鹰虎符现在为我所用 众人忌惮我能力过大 魏无羡说道 本视频由编外书童制作 最佳联姻 第四集 还有些心思不正之人 想借助鹰虎符的力量 现在有为二方法 一是要么鹰虎符被我毁掉了 要么和我融为一体 魏无羡赚着手中的陈晴 可他早在梦境中看到了 自己将鹰虎符毁掉 和妄鬼吞噬的下场 蓝忘记悲气的一声 魏鹰似乎又传来耳边 他绝不会重蹈前世的覆辙 可我的身体 最多只能接受一半的鹰虎符 现在鹰虎符分为两枚 另一枚不知该如何 魏无羡也有些忧愁 且不说一枚鹰虎符 它十分能够融入他身体里 况且 身体中还有玉兰花 保不起它们两个相排斥 对了 玉兰花 既然牵扯蓝忘记 就必然要让它知道 况且 它也不该和蓝忘记有所隐瞒 问温情自然知道 把鹰虎符融入身体里 有多不容易 魏无羡当初和鹰虎符对峙 恋化它的时候 它历历在目 只是前人似乎没有过 像它这样的例子 若是真做起来 该如何 谁又知道 两人各想各的 谁也没说话 可现在时间容不得 它们多想 蓝忘记在洞口说魏鹰 它们要到了温情愣住 魏无羡倒是没什么反应 刚才在梦境中经历 让它的心情稳定了许多 如今 一切开始有了眉目 魏无羡在脑中想 该如何找个理由 既不会影响蓝战的名声 又能让它待在自己身边 结界所感到攻击 魏无羡第一时间察觉出来了 刚才所经历的战争 让他们的人就少了许多 魏无羡的把握更大了一些 温情 护好温奶奶他们魏无羡起身 魏无羡原本的破烂的麻布 因为刚才的战争染上了几块红色 给整个原本暗淡的褐色衣裳 增添了几抹亮色 乱葬岗上的风很大 魏无羡拉着蓝忘机的手 向结界跑去 衣裳的下摆顺着风飘动 这一抹红色若隐若现 等到了结界处 虽然刚才百家伤势惨重 但比起魏无羡和蓝忘机单影的两个人 显得还是挺多的 百家一时半会儿 还在攻破的一个结界 见魏无羡向他们走来 顿时变得嘈杂 让他出来打 不少人看向蓝忘机 看着他们俩牵着的手 魏无羡笑着 对他们说蓝忘机 现在是我的人这样明目张胆地说 令不少人当吸一口凉气 放屁 你肯定是用了什么邪术 迷惑了韩光君的眼蓝忘机 想要开口说话 反驳 魏无羡向他摇了摇头 你怎么知道 那人看魏无羡回他话 韩光君最嫉恶如仇 怎会与你为伍 肯定是你迷惑了他的心智 魏无羡笑了笑 把陈琴架在了蓝忘机的脖子上 使出道符 将蓝忘机的手捆在一起 这样迷惑的 魏无羡控制着力度 眉伤着蓝忘机 众人眼中就是魏无羡脅迫了蓝忘机 之前蓝忘机主动抱着魏无羡走的事 他们也顿时抛之脑后 魏无羡 你快放了韩光君说着 不知何处 射出了古剑 战争又重新开始 魏无羡也没想束缚蓝忘机太久 把他轻轻推向蓝溪尘那儿 引着他们向别处跑 暗处的苏舍 看着回来的蓝忘机 手中的握紧了些 在石头后使用了传送门 魏无羡早已在水晶知晓了未来的大部分事 他看着躲藏起来的苏舍 看他廉价的模仿蓝忘机的丑陋模样 忍住没笑出声 如之前一样 只是魏无羡操控怨气更可控一些 金光扇还想亲手拿到鹰虎符 可看见魏无羡视如破竹的怨气 丝毫不像刚经历过一场战争的人 拉着金光瑶 护着自己就走了 悄悄地退出了 魏无羡本来想和他们切磋一下剑术 可惜随便不在他身边 魏无羡这才想起随便在江城那 清楚地记得自己间接性造成了师姐的死 还有江城的痛恨的眼神 自己还是远离他们好 江家也在慢慢步入正轨 况且自己这一世必定要和蓝忘机在一起 蓝湛和江城素不对付 他不想让蓝湛不舒服 还有精灵 不纠缠才是最好的归宿 魏无羡看战场上的金光扇 实在不想和金家有任何瓜葛 况且金光瑶的一手好棋 远离是非才好 他本想着慢慢吊着他们玩 但想着不一会蓝湛来了 看他这恶趣味 还是有些注意自己的形象 魏无羡控制着力度 没让他们死 只是趴在地上起步来 他看着苏舍开始吹笛 慢慢地它让红衣移动到他家脚下 苏舍在注意他 没注意到红衣 以至于他的脚被红衣咬下来的时候 还没反应过来 后知后觉才开始痛呼 魏无羡知道他看见自己了 眼中的痛恨仿佛冲到他眼前 可他下一步就用传颂门逃走了 魏无羡嘲笑道 只不过传颂门确实是个好东西 等他把眼下的事情处理好后 研究一下 魏无羡还未使出六分力气 眼前的人就差不多解决掉了 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不知道什么刺激到下面的人 使动全身力气 将他的零件刺向魏无羡 魏无羡刚要躲 看见一抹白色 挨下了这件 扎在了肩膀处 他顺势一倒 不出他所料 他倒在了蓝湛的怀里 魏无羡的衣服 慢慢被红色占据 风还是有些大 刚才藏在衣角处的红色 又慢慢显现出来 加上星片的红色 有些吓人 刚才的人也没想 魏无羡竟然不躲过 看他倒在蓝望机怀里 突然间觉得有些蹊跷 但刚才那一件 是他的最后的强弓之弩 没力气来思考 魏无羡心安理得地躺在蓝望机怀里 低下头有些得意得笑 蓝望机看他低下了头 以为他伤得太重 为他输入了灵气 他扫了一下战场上的人 有些惊讶 他只是感觉 他来的时间不短 可看这状况 魏无羡确实了不起 魏无羡窝在蓝望机怀里不肯起来 蓝望机以为他重伤 不肯再拖 马上要站起来 带魏无羡去治疗 韩光隽 你竟然 这人还没说话 就被魏无羡一抹邪气 缠在脖子处晕了过去 魏无羡自知 现在自己名声还不好 他可不想蓝望机 因为自己受人非议 蓝湛 你先走吧 魏无羡握住蓝望机的手 心下之鱼还在想 蓝望机手真好摸你先走 我会来找你的魏英 我知你担心我 我发誓 我绝对好好的 苏舍不对 他现在逃走了 你去帮我追他好不好 魏无羡看着蓝望机 突然 牵着他的手 放在嘴边亲了一下 我会到蓝湿找你 不是你说 要带我回云深不知处的吗 你现在 蓝望机还是担心 我不会有事 你快去追苏舍 魏无羡不舍地把手放开 脱离了蓝望机的怀抱 站了起来 蓝望机无法 在空中遇见 魏无羡看着蓝望机飞走 这才把眼神收回来 呃 则无君 魏无羡突然回头看见蓝溪辰 不好意思摸了摸鼻子 魏公子怎么样 蓝溪辰笑眯眯地问 魏无羡有些尴尬 看来被看破了 无事无事 嘿嘿魏公子说的 跟望机 回云深不知处 当真 蓝溪辰问道 当真当真 魏无羡想起水镜中 蓝溪辰有些微韵的话 望机从小是子弟楷模 长大后是仙门名士 此生唯一犯下的错 就是 你 蓝溪辰突然输了口气 但觉得还是要给魏无羡 解释下望机 带你回云深不知处并非 还未等蓝溪辰说完 我知道 蓝战是为了我好 我知道 魏无羡急着开口 我知蓝战是为了我好 是我之前愚笨 小人之心了 泽吴军你放心 我绝不会再让蓝战为我伤心了 魏无羡一脸信誓旦旦 蓝溪辰被他这话说得有些猛 看魏公子这样子 莫非知道了望机的心意 泽吴军 还有提醒你一句 金光瑶并不是什么好人 魏无羡自知 这可能不太有说服力 可他确实不想 让蓝忘机 陷入一丝一毫的危险之中 我知道 他对你有救命之恩 可他确实也不是什么心思纯善之人 我知你可能不信 但只劝你 别太过深交 嗯 当然要报 但别太过信任他了 魏无羡一脸真诚的说 你怎么知道蓝溪辰反问他 我知你现在可能不信 但真的我拿我的一切发誓 若你和他深交 蓝湛会有时为无羡竖着三根植母 我知道泽吴军宁重情重义 看他在金家备受排挤可怜他 可能够潜伏在温若寒身边这么久的人 心思怎么可能单纯 难道你要为了一个他 让蓝湛陷入一个可能危险的境界吗 你怎么知道 他会对你忘机造成威胁你是第一个对他不抱有偏见的人 说白一点 你在他心里的分量很重 蓝湛是你的至亲 是和你血缘关系最重的人 若是他心思不正 生出什么其他的心思 第一个下手的 当然是蓝湛魏无羡解释道 他必须要给蓝溪辰打下一支防范针 金光瑶不容小觑 况且这背后牵扯的还有聂明爵 聂怀桑 蓝溪辰没说话 魏无羡伤口上的血越流越多 他有些撑不住 他也没想让蓝溪辰现在就对金光瑶态度大变 泽吾军 您去看看蓝湛把魏无羡说 说吧 回到了浮摩洞 战场上的人没听到他们的对话 魏无羡这一战打得毫不费力 魏无羡找到温情的时候 肩膀上的伤看着有些吓人 魏无羡给他们说 不用躲了 他现在并不好受 体内的灵力似乎有些太旺盛了 简单来说就是 他现在很需要找一个灵力的输出点 臂膀上的伤看着血吓人 实际被灵力慢慢滋润着 没多疼 温情看他受伤 带着温家人回去 离开了躲避的山洞 温情看到魏无羡的伤 才发现这人身体好得很 没什么担心的 只帮他消了毒 敷了点草药 包扎了下 温情 我觉得 现在体内的灵气过剩 现在就是融合鹰虎符的时候 你在我身边 若是看到我有些不对劲 让温宁来制止我魏无羡说吧 也不管温情说什么 开始打坐 鹰虎符吸收怨气极多 要让他融合在他身体和其简单 魏无羡化了之符 鹰虎符和自己在符内 防止温情受到伤害 魏无羡吸收怨气的时候 还是有些打鼓 但没想到出奇的简单 全都顺顺利利的到他的金单处了 魏无羡这才想起来 他现在的金单 可以说是一半灵气 一半怨气属于制衡状态 若是怨气少了 灵气过剩 自然会像他刚才那样难受 魏无羡吸收着鹰虎符中的怨气 自然到达了平衡状态 魏无羡准备一鼓作气全部吸收 这样怨气应当不怎么会枯竭了 灵气可以再生 但怨气需要靠外界吸收 鹰虎符吸收数年 自然吸收得多得多 魏无羡现在至少放松了许多 只是要吸收完的话 魏无羡想起 若是灵力不够 无法与怨气达到平衡状态 该怎么办 魏无羡便慢慢地吸收 随着怨气越来越多 魏无羡身上的疼痛感 也越来越少 经过一天之后 终于 魏无羡完成了 魏无羡想离蓝湛集贯 还有两个月 总不能上门提亲 什么都没有吧 蓝湛虽不是什么娇贵的人 但至少是锦衣玉石长大 况且正值冬季 总得给温家人填些被褥 魏无羡自然知道 自己的东西 在未来有多受百家喜爱 既然喜欢 自己为何不卖给他们 魏无羡这么一想 顿时觉得 自己未来一片光明 现在在找个人给自己推销 魏无羡想起了聂怀桑 只是现在让聂怀桑 无条件帮助自己 不太可能 魏无羡想起了聂明爵的刀 于是给聂怀桑传了封信 若是自己为他哥哥 解决了刀铃的事 帮自己宣传的事 不得手到擒来 魏无羡又想到了 门当户对这一点 蓝湛好歹是蓝家的二公子 自己现在脱离江家算个散仙 虽然不在意 但若是 自己要和蓝湛合集 自然要配上最好的 开宗立派吧 相信在摄日之争之时 还是有人仰仗过他的 况且 自己又不是 专叫他们用怨气 现在有灵力 自然也可以教授 他们剑法 魏无羡想起了薛阳 此时应当还是个矛头小孩 但在水尽中 也可以看出 他对鬼道有些天赋 还有他名义上的救命恩人 莫玄宇 让他在自己的帮助下 比在荆家总要好些 魏无羡安排好一切 这才发现 温情看着自己 给他说了 不用担心 另一半因虎夫妇已经想好如何作用 不如把他融合在陈情里 魏无羡说干就干 还有卖符传 要废他好些心神 还有苏舍的传送符 也不知道泽吾君遇到蓝湛没有 想到他和蓝湛的美好未来 魏无羡干劲十足 精力充沛 把自己埋在洞中 专心搞研究了 只等魏无羡破译出传送门时 这才发现已经过了几天 修仙之人劈了骨 魏无羡没感到有多累 转了转手 洞口外的温家人 看到他对他笑着打招呼 魏无羡点了点头 笑了笑 才发现 温情在外等着他 手中拿着两封信 魏无羡接过手来 随便打开了一幅 聂怀桑的 聂怀桑着急得很 问他能否来面谈 看来聂明觉得刀铃 确实有些急迫 魏无羡给他回了个日子 打开另一封 是蓝忘机写给他的 说明了苏舍的情况 苏舍用了传送门 蓝忘机没抓到很正常 蓝忘机说完了 又问了问他的伤势 魏无羡看得直笑 蓝忘机自是不会写什么 唐情蜜意的话 但关心之意确实不难看出 魏无羡逐字逐句地看 看完后 好好的将纸折叠起来 放在乾坤袋中 好好保存着 回到山洞中 给蓝忘机回信了 顺带把破译传送门的符咒 写给了他 本视频由编外疏童制作 最佳联姻 第五集 只是还未等蓝忘机 收到这封信 就有一群人到了蓝家 这一问 才知道 不知道是谁传出来 魏无羡喜爱蓝忘机 只要将蓝忘机与他联姻 魏无羡就既往不救他们的围剿 这说好听点 就是围剿 说难听点 就是送人床上 之前也有传过魏无羡夜遇白女 这些围剿的家族听到了 可是兴奋极了 又聚在一起 前往了蓝家 蓝起人听到他们说 要寒光君为大义献身 差点气血不顺 喘不过气 晕倒在地 直骂他们荒唐 这哪是大义 分明就是为了他们的私欲 下面的人见蓝起人不同意 叽叽喳喳地开始说 开始找借口 蓝起人被这些人的话 气得两眼一番 晕死过去 这些人中 当属金光瑶最会说话 见蓝起人晕了过去 叫人传一试过来 蓝熙尘此时走来 金光瑶笑着喊了声二哥 蓝熙尘不予理会 虽他弟弟与魏无羡 以同心意 可这 联姻的名号 怎么能好听 蓝熙尘改了往日的和煦 觉得这些先门百家的人 当真的可笑至极 各位 这个传言可有证据 空穴来风 不论证据就来这 怕是不妥 蓝熙尘说 则吴君 既然有传言就说明有来源 怎么就是空穴来风 下面的金家人说 蓝熙尘眉毛跳了跳 喘了好几口气 若你们有人亲自去问魏无羡 他说是 那蓝家自然会有回应 若不是 那蓝家必定查查 到底是谁传的这样的谣言 蓝熙尘皱着眉 下面的人无人说话 现在谁还敢去找魏无羡 这无意于是去插刀刃上 他们本也顾不得这么多 这几年的战争 让每家都消耗很大 现在又压制不住 魏无羡若是再打仗 谁也受不住 韩光骏那个人亲自抱走魏无羡 大家可都是见到的 若说两人没有私心 韩光骏怎会这么做 下面的人开口 给了这些鸦雀无声的人底气 又开始唧唧喳喳地开始吵 蓝熙尘倒是 看透了这些人 金光瑶在下面虽未发言 但也并未说一句 蓝熙尘想起了魏无羡说的话 觉得还是挺有道理的 此时蓝忘机出来 淡淡地看了眼吵闹的人 兄长 不必 我同意就是蓝忘机这么一说 底下的人自然高兴 有人立马说韩光骏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蓝忘机没看他 只是看向了蓝熙尘 点了点头 蓝熙尘自然知道 蓝忘机肯定会选择上乱葬岗 只是这和亲的名声 放在蓝忘机一个男子身上 着实不好听 蓝熙尘叹了口气 悄悄背着蓝忘机 向怡灵传了灵蝶 给魏无羡说明了情况 他可不是给魏无羡告状 百家不一会把轿子都抬上来了 还有婚服 蓝熙尘看后 全都紧了又紧 这些人连轿子都准备好了 如果蓝忘机此时不答应 按他们这个准备 怕是要闹个不停 蓝忘机没什么表情 婚服 魏英 还未等蓝忘机说完 下面的人就说 韩光君放心 早就给伊林老祖送过去了 明日是个皇城吉日 明天我们就抬您去蓝忘机点了个头 没说什么 向蓝启仁的蓝氏走 蓝熙尘早就气得不行 笑眯眯地说各位 天色不早了 蓝某也就不留各位了 彩衣镇或许客栈还有房屋 各位告辞下面的人 也不好再在蓝家住下 连忙坐里走了 此时金光瑶向蓝熙尘走来脸方俊 还是要着歇息吧 蓝某身体不适 先走一步蓝熙尘说吧 不看金光瑶 离开 金光瑶张了张嘴 最后转身离开 等蓝熙尘到了蓝室 只见叔父刚醒过来不久 指着蓝忘机 不知说什么好 连喘了几口粗气 蓝忘机跪在木板上 你 当真 蓝起人问 蓝忘机一顿 当真 他卫无限 就值得你这做 蓝起人咳了一声 卫英 值得 此事 是我一人决定 并非卫英所过蓝忘机 不卑不亢地说 看着蓝忘机 一副像着卫无限的样子 你可知 明面上是连英 实则 忘机知道蓝忘机点头 他卫无限 蓝起人欲在开口 叔父 卫无限并非传闻中所说 他所救之人是齐皇一脉 若是连无辜之人都要杀害 那与温家有何异处蓝忘机低着头 停顿一会敢问叔父 熟正熟邪 熟黑熟白 蓝起人看他一脸倔强样 他不禁看了看蓝忘机 蓝忘机自幼就是雅正端方的 这怕是第一次与自己这样说话 当初他看到年少同窗时 魏无限与蓝忘机说过 掀起他平静生活里的波澜 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兄长也是这般 当着是他的孩子 一模一样 罢了罢了 你说是执意要去 便去吧 若为无限所做 真如你所说的 那边看你们 如何翻盘蓝起人摇了摇头 却也不再说什么 蓝忘机起身坐立 忘机顶撞叔父 自会领罚蓝起人没说话 点了点了 让蓝忘机离开了 到了晚上 蓝忘机看着近视里的婚服和装饰 忘机 蓝熙成喊了一声 兄长蓝忘机坐立 蓝熙成看他同意走进了近视 明天 你真要穿了这衣服 上乱葬岗 蓝熙成问完才觉得 自己问了当没问 蓝熙成叹了口气 转口问了其他问题魏公子 知道你的心意吗 蓝忘机愣了一瞬 才开口说不知 不知 蓝熙成无可避免有些大声 这登徒子之前 还与自己说得好好的 合着 两人互相心意还不知 此时 蓝熙成刚才传的灵蝶飞了回来 魏无羡的声音传出 大哥 我真不知道 他们又在搞什么幺蛾子 蓝站在你旁边吗 若是在 你和他说一声 别听那些人瞎说 我怎忍得他来 况且 这名不正言不顺的 我怎能这么对他 这些傻子 等着老子今晚就抄了他的狗窝 听了魏无羡这句话 蓝熙成才觉得顺下来一口气 蓝忘机倒是听了他最后一句 说了句不准 可是魏无羡不在身边 急忙打了道符 防止魏无羡这暴脾气 远在怡灵的 魏无羡气的直跺脚 恨不得给他们俩巴掌 魏无羡越想越气不过 拿着陈晴就要下山 温晴早知道他会这样 连忙拦住魏无羡 你用你脑袋想一想 你现在去收拾他 还不如赶紧把这收拾收拾 韩光君以他的性格 明天无论如何都要来 况且 绝对是穿着喜服来 你不给这地方打扮打扮 魏无羡果然听到蓝忘机就停了下来 脸虽然都气鼓了 还是听了劝 这大晚上的要买结婚用的这些东西 还挺麻烦 魏无羡立马用笛子 罩了几十个凶狮 还好当初在聂怀桑的帮助下 他的福赚赚了不少钱 只不过魏无羡还是气不过 给那些掺和的人一点梦魇 在魏无羡急忙的筹备中 乱葬岗打扮的 倒是好看多了 张灯结彩的 看着喜庆了不守 不一会 天方泛起了鱼堵白 魏无羡看着手中的婚服 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做了那梦 仿佛自己在梦中已经死过了一回 回首看去 这一切都是他未曾想过的 譬如和蓝忘机在一起 能重塑金丹 如今这婚礼名不正 言不顺 拜不了天地 拜不了父母 可看着 这红彤彤的一片 魏无羡还是很高兴 他笨拙地穿着婚服 婚服繁琐 可魏无羡一点一点地穿上 等到了发誓 魏无羡发起了难 自他丢了金丹以后 不再像少年时期扎马尾 只是懒散 将头发披在身上 此时 阿婆进了扶摩洞 魏公子 若不嫌弃 我来给你书吧 魏无羡点了点头 阿婆将魏无羡头发 轻柔地捧在手中 慢慢地用梳子 梳魏无羡的头发 魏无羡从铜镜看着阿婆 谢谢阿婆 魏无羡笑着道谢 魏公子 要说谢谢 还得我们谢谢你呢 阿婆手很巧 不一会就给魏无羡做好了发型 魏无羡在乱葬岗的这半年 瘦得只剩下一个骨架子 如今脸瘦得有些脱象 可自做了那个梦之后 心情好了很多 不再像一副 死了人的模样 脸上至少不是惨白无色 有了些红润 虽然有些脱象 可样貌还是实顶实的好 魏无羡看着铜镜中的自己很满意 想着蓝望鸡 若是穿着这一身衣服 肯定特别好看 明眸好齿 面如关玉 魏无羡想着 喜悦之色悦然脸上 心里小小的紧张 被冲淡了许多 魏公子 你二叔酿的酒已经挖出来了 你若不嫌弃 阿婆还未说完 魏无羡连忙摆手说不嫌弃 魏公子 我们都很欢喜阿婆笑着说 可说着说着眼中蓄起了泪 魏公子真的很感谢 你能救一下我们不用不用 救下你们 说本意之举 你们做善事 不该死的魏无羡挠了挠头 他还是不擅长应对这些柔情画面 不一会 山脚下响起了锣鼓声 魏无羡急忙下山 这山路崎岖 蓝望鸡又是坐轿子来 肯定会颠得蓝望鸡身子累 原本他准备自己去云身找蓝望鸡的 可等他准备好一灵的一切 蓝望鸡那边的人 早早等不及抬了轿 如此便只能作罢 还未等抬轿子的人上山 魏无羡便下来了 他先让人停下 敲了敲轿子蓝湛 我背你上山好不好 这轿子坐着 肯定怪类的魏英 不可蓝望鸡愣了一瞬 随即开口道 他没想到魏无羡在外面 蓝湛 当初选舞动的时候 背你你就不肯 我就背背你好不好 魏无羡笑着说 再说 即使我现在不背你 到时候等落了轿 按习俗来说 你可不能落了地 我还是要背你的 蓝望鸡名义上是联姻来的 但他是蓝氏狄次子 婚服和魏无羡一样的 盖头自然也不用 等他掀开帘子 往外一看 就看见了魏无羡 他未曾想魏无羡就在帘子后 与他两眼相对 抿了抿唇 魏无羡平住了呼吸 蓝望鸡本就长得眉清目秀 稍加粉饰更是好看 魏无羡情不自禁地靠拢蓝望鸡 蓝湛 说吧 蹭了蹭蓝望鸡的鼻尖 蓝望鸡何尝不觉得魏无羡好看 喜欢了的人 原本以为他们俩永远不会在一起 此时 带着结婚时的玉冠 同自己一同穿着婚服 魏无羡顾着 还有送亲的这么多人 没多做其他动作 转过身 让蓝望鸡上背 蓝望鸡也不好再拒绝 上了魏无羡的背 魏无羡颠了颠蓝望鸡的屁股 蓝湛 坐好了 魏无羡笑着说 一步一步地背着蓝望鸡上了乱葬岗 那些迎亲的人 魏无羡在山脚下 给他们订了客栈 不必随着他们上山 想天想地的锣鼓声在耳边 蓝望鸡听了一路 不免有些头疼 靠在了魏无羡头上 蹭了蹭魏无羡 恩了一声 当作回答魏无羡了 魏无羡一路上和他说 昨晚上如何准备的 自己帮聂怀桑的事 还有自己现在有钱了 云云 他们也才分别不久 但魏无羡 还是有许许多多话要说 蓝望鸡听得认真 俩人胸口贴着背 对方的心跳一清二楚 他们心连着心 乱葬岗寸草不生 有几棵枯树 都被挂上了红灯笼 许是魏无羡结了金丹 这乱葬岗枯木旁 有些绿色 看起来精神了不少 等到了山上 阿婆阿公他们早就 做好了菜等着 温家老少就这些人 他们今天都换了最好的衣服 阿院也穿得喜庆得很 每个人都很开心 他们明不正言不顺 除了这身衣服 半点结婚的规矩礼仪 都没有 况且 魏无羡也不想在这 就拜了父母拜了天地 这要是他妈知道了 怕是要连夜来自己梦里打他 也没管 什么其他 魏无羡背着蓝望鸡 就要让他坐下吃饭 蓝望鸡看着一众人 看着自己 怪不好意思的 悄悄扯了扯魏无羡衣服 魏无羡笑了笑 把他放下后 悄悄刮了刮他鼻尖 大家就像平常坐在一起吃饭一样 每个人都很开心 聊得热火朝天 魏无羡一边和三叔聊天 一边给蓝望鸡加菜 等看他吃得差不多了 和蓝望鸡回扶摩洞去了 大家喝了不上酒 阿院扯了扯二叔的衣服 问有钱哥哥和献哥哥带麻去 二叔喝醉了酒 往他们那望了一眼 说他们 洞房去了 刚好 一字一句 落进了两人的耳朵内 魏无羡本有些造诣 可他一看蓝望鸡红了耳朵 他这人 如果看见蓝望鸡羞 他就不羞 笑着 贴着蓝望鸡耳朵说 蓝二哥哥 洞房去 魏无羡说是洞房 真就是奔着洞房去的 刚进了扶摩洞的静置 就亲上了蓝望鸡 蓝望鸡没想到他这么快 搭在他肩膀上的手弯了弯 但没半分推开他的样子 魏无羡畅畅通无阻地进入了蓝望鸡的口腔内 口舌交融 唇齿相依 他们的心灵共振 心跳鼓鼓 魏无羡边 轻边抱着人走向了床铺 这早就不是硬邦邦时床铺上些干草 有些柔软的被褥 还有床障 英式婚礼 全都是大红色 等魏无羡放下蓝望鸡时 魏无羡这才发现 蓝望鸡的手早就搂着自己的脖子 魏无羡笑了笑 摸了摸蓝望鸡发烫的耳垂 从蓝望鸡的嘴中退了出来 蓝战 还有合金酒 魏无羡笑着 对蓝望鸡说 在下床去拿酒时 还清了清蓝望鸡的眼角 合金酒是酒味极淡的果酒 毕竟考虑到蓝望鸡喝不了酒 用葫芦装着 两人浇杯喝了下去 魏无羡扎了扎嘴 抬眸看 看见蓝望鸡的眼神 有些不聚焦了 但没到直接睡下的地步 魏无羡将俩人手上的葫芦拿来 接着又要清蓝望鸡 谁曾想 蓝望鸡捂住他嘴 不让清 本视频由编外苏同制作 最佳联姻 第六集 魏无羡歪了歪头 怎么喝醉了 还不让清了 蓝战 魏无羡开口 有些小心翼翼地问怎么不让清了 蓝望鸡把头一向一边 不再捂着魏无羡的嘴 翻身一滚 将被褥盖好 就请 说吧 似乎真的要睡过去 哎 蓝战 魏无羡心下一集 蓝战 你别睡啊 魏无羡也钻进被窝里 贴着蓝望鸡 仔细一看 这宝贝睫毛轻颤 呼吸不稳 一看就是装睡 感情这人不想清 直接这样 魏无羡看他白玉湿的皮肤 陷在这大片红色里 心里起了逗弄心思 蓝战 蓝战 真的睡了 魏无羡偷笑着问 蓝望鸡也没想平常睡姿一般 半边脸都埋在了红色被褥中 魏无羡睡在他一侧 眼神微眯 像只狐狸一样 见蓝望鸡装睡不理他 手悄悄向蓝望鸡那边摸 摸上腰边一侧 妈撒了下 要去把人腰带解下来 蓝望鸡未脱婚服 这腰带取下来又有些麻烦 但魏无羡可不嫌麻烦 慢慢地解来 期间不知开了人多少油 蓝望鸡 睫毛抖得更厉害了 魏无羡看着好笑 心想小古板能忍到什么时候 腰带取了下来 接下来的就容易多了 魏无羡一层一层地拨开了婚服 虽看不到蓝望鸡的神色 但想来定时有趣 瞧着耳朵 红成什么样了 魏无羡想 不让亲嘴 亲耳朵总藏了吧 亲了亲耳朵 江人的耳朵 轻轻含在了嘴巴里 魏无羡的俩只 手也没闲着 早就使蓝望鸡的上半身裸露出来 魏无羡摸了摸蓝望鸡的腹肌 摸着摸着就往旗下三寸抹去 蓝望鸡实在忍不了他的挑逗 还是睁开了双眼 魏无羡故作惊讶 韩光俊怎么醒了呀 蓝望鸡自是觉得服了面子 不许他说话 蓝望鸡也知道 不能把人惹急了 想要亲亲他 谁曾想蓝望鸡偏头 不让他亲 一而再地被拒绝 魏无羡有些疑惑 蓝战 怎么不让我亲啊 魏无羡虽嘴上一副委屈模样 实际手已经摸到蓝望鸡的阴京了 蓝望鸡晕乎乎的 被人捏住了敏感处 自然没在 想和魏无羡生闷气 伸手要扒魏无羡的手 魏无羡心里还是有点气 将人的手带着往身下摸 魏英 蓝望鸡越看越觉得不对劲 再呢 蓝战 魏无羡看蓝望鸡眼角泛红 还是不忍心 一只手撸动蓝望鸡的阴京 一只手牵制住蓝望鸡的手 蓝望鸡力气大 可实在抵不过身下 传来的阵阵情热 魏无羡不急于一时 相比俩人之前 一个在梦中 一个在梦外 要温柔了许多 慢慢地撸动 蓝望鸡出了些汗 魏无羡看他阴情热身体发红 整个皮肤白里透红的媚态 有些口干舌燥 转头看见床边的果酒 想是倒进葫芦里的合金酒 蓝望鸡此时被魏无羡伺候的正舒服 没在挣扎 腿都有些微微抬起 蹭着魏无羡的手 魏无羡松开了他的手 拿起酒壶灌了口酒在口中 亲上了蓝望鸡 蓝望鸡这次没阻止他 青梅加一些野果的香气 在两人舌尖交缠 魏无羡撸动得极有技巧 快感一阵一阵地冲击着蓝望鸡 又被魏无羡灌了半口酒 似乎泡在温泉 云里雾里 魏无羡等酒在两人嘴里分十丸 不再像之前那么温温柔柔 只是快速撸动 轻轻摩擦前面的惊恐 前列腺也忽满了整只手 山洞中有丝丝水声 魏无羡感受到他呼吸微醋 直到他要射了 从蓝望鸡口中退出 让他喘口气 低头下去看蓝望鸡的私处 不过一会 手中感受到一股热浆 与此同时 蓝望鸡发出声音 啊胃音 魏无羡手上不听停 帮蓝望鸡延长快感 魏无羡接着抹在了蓝望鸡肚脐眼上 因为刚射 蓝望鸡呼吸有些急促 连带着肚子也一动一动的 魏无羡将今夜摸在他肚子上 看了一会 急匆匆解下腰带 要让蓝望鸡和自己共度下一场极乐 腰带解到一半 抬头看 才发现 蓝望鸡此时正闭着眼睛 睡了过去 魏无羡呆愣了一会 气得笑了一下 狠狠亲了蓝望鸡一下 在寂静的夜晚中 响起一声脆响 天边微亮 魏无羡一夜未眠 这是他人生中最开心的一个晚上 心上人躺在自己身边 魏无羡就这么盯着蓝望鸡看了一晚上 时不时绕绕他的发尖 时不时轻抚他的脑袋 越看越喜欢 情不自禁落下眉间一吻 此时的他哪还有两个月之前的阴影 眉宇间竟是温柔 这两个月 对他来说弹指一瞬间 发生的事情很多 让他觉得无比充实 但每一件事情于他而言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此时的软欲在怀 便是最好的 蓝望鸡虽醉酒 还是按着他平常的时间 慢慢睁开了双眼 头有些痛 记得自己好像醉了酒 抬眼一看 落进了魏无羡眼中的桃花坛 不禁有些羞涩 明明只是几日未见 思念却如潮水喷涌 若未见面还好 这一见面才是相思入骨 醉酒留下的微晕 随着魏无羡的爱抚慢慢散去 这才想起 自己 与他昨日是成了婚的 红衣早就脱下 想必是魏无羡做的 昨晚 还未等蓝望鸡询问 魏无羡便开始笑得 韩光骏昨日醉了酒 好狠的心 将我一人晾在旁边 亲也不让人亲 碰也不让人碰魏无羡边说 边摸了摸蓝望鸡的耳朵 笑意未减 可怜我这新婚夫 魏无羡夸大其词 一句话说得没个正形 任谁听了都知道他在逗人 只是蓝望鸡醉酒却有其事 此时竟有些羞和 眼神都有些躲闪 心下竟觉懊恼 早知应当不碰酒的 只是还未开口说几句话 安慰自己的小夫君 魏无羡便抵住他的额头 与他相吻 唇齿交缠 暧昧气息交缠 只能等两人微微喘气 魏无羡才将蓝望鸡放开 眼神缠绵 低声问蓝望鸡昨日要亲你 怎么都不肯 可是有什么气 蓝望鸡怎肯说是想知道 他那日语温情说了些什么 还有这乱葬岗是如何装扮的 还有心中那一丝不易察觉的酸味 若是说不出来 岂不要叫魏英好一顿笑话 于是闭口不言 怎地不开口 小仙君 魏无羡揉了柔蓝望鸡光滑的脸蛋 知晓他肯定是想知道 这几日自己干了什么 于是搂了搂他的腰 将两人的距离又拉近了些 细细道来 这几日自己的事 包括金丹 以及自己后面的计划 冻中仗暖 心上人护诉心肠 蓝战 看我看我 魏无羡手持一把簪子 朝蓝望鸡这边跑来 早晨魏无羡告诉蓝望鸡 他去山下给百姓除碎 竟是一天未见 蓝望鸡处理好宗门里的事物 便下山来寻魏无羡 蓝战蓝战 你看 这簪子好不好看 手中的簪子 以玉兰花为主 周围点缀着上好的珍珠 只是未有流苏挂着 细看手艺有些粗糙 蓝望鸡抬眼一看 只见魏无羡满眼期待 不难猜出 这只簪子 出自大名鼎鼎的 仪陵老祖之手 蓝望鸡眉眼染上笑意 夸赞道 好看 末了还加上一句你做的 自然好看说吧 将簪子接在手中 爱惜地摸了摸 魏无羡瞧他这样子 眉眼弯弯 问他韩光君果然神通广大 怎么就知道 这簪子是魏某做的 说完手上还不老实 用手挑了挑蓝望鸡 脖梗上的喉结 蓝望鸡不与他玩笑 将他不老实的手指握住 牵着不放了 魏无羡见词也不再逗他 今日我不是除税吗 恰逢主人家是做饰品生意的 我执意不收他们谢礼 那女主人家问我 是否有心上人 不如坐支簪子 送于心上人 求个长久 我听到这个可来劲了 坐了一天 怎么样 韩光君 天下独一份 魏无羡说到这头微微扬起 骄傲之情异于言表 蓝望鸡嘴角微扬 笑着回应道 好韩光君 收了我的簪子 可就要一直和我在一起 落魏无羡牵着的手 微微挠了挠蓝望鸡的手心 早就是了蓝望鸡回到 不知不觉中 两人已走到家中 此处不是云深不知处 也不是乱葬岗 就是一处山川壮丽 环境极好的地方 距离两人在乱葬岗澄清这事 已过去三年 这三年里 魏无羡和蓝望鸡 一同帮百姓除碎 并且 魏无羡所画的符咒 早已在聂怀桑的经营下 获得百家喜爱 魏无羡早就日入斗金 加上在蓝望鸡的帮助下 魏无羡开了一门宗派 轨道与正道并行 在这期间炼化了不少妖魔 也算是为天下百姓 做了许多善事 许多感兴趣的散仙 纷纷败入门下 如今的乱葬岗 早就换了面貌 魏无羡看一步步走上正轨后 便向蓝家正式提了清 风风光光地举办了合集大典 在这之后 魏无羡当起了撒手掌柜 把宗内事务丢给了温晴 和蓝望鸡云游天下去了 如今天下风平浪静 距离那段喊打喊杀的日子 已过去许久 魏无羡未尝不曾感叹 若没有那梦 如今自己该何般样貌 也可从那梦中推测一二 想到这般 便会越发珍惜自己身边这人 今日魏无羡没说的事 他自己一人偷偷去了刺夷灵 他父母没有木牌 魏无羡也不知如何去拜他们 就随处找了出山间 带了一壶蓝望鸡亲自酿的酒 朝地上撒了一行 全当在此计垫了 怎么样 爹 娘 你儿媳妇酿的酒不错吧 魏无羡说吧喝了一口酒 想说些什么 但开口也不知说什么 威风拂过青草 魏无羡当他父母来了 我现在和蓝战好得很 多亏了娘你 让我有了这机会 让我和我心上人长相守 我今日没带他 若有机会 定让你们好好看看他有多好 我曾想 为什么老天对我不公 可现在我想 与其纠结这些怨恨 不如去想想爱 蓝战之前说 鬼道损身更损心性 现在我倒是想明白了 魏无羡省眺望着远方 曾经的那些不如意和苦难 早就在这三年级 烟消云散 他现在 所在意的 不过一个蓝望鸡罢了 走了 蓝战肯定要来寻我了 魏无羡说完 将剩下的酒放在了地上 瓶身上的红白继带 随风飘动 纠缠不休 魏无羡下山 正好遇见了蓝望鸡 来寻他 蓝战 看我看我 魏无羡想着跑过去 这次 再也不会落空了 恶无羡想着跑过去 蓝战 还有继续 不几乎 麻烦 再重新 继续